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近期热播综艺《浪解2》的播出 杨玉莹再次走进了大众的视线 令人称奇的是 如今50岁的她依旧宛如少女 带着不改的容颜和熟悉的声音 向我们款款走来 1971年5月11日 杨玉莹出生在江西南昌的一个小镇 家境普通 原名杨岗栗 所以粉丝们都亲切地称呼她杠杠 自小在唱歌方面表现不俗的她 一次偶然的机会被接到幼儿园的老师发现 邀请她参加文艺会演 幼小的杨玉莹出登舞台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次经历在她年幼的心里 埋下了一颗音乐的种子 母亲也察觉到了她的音乐天赋 虽然条件艰苦 但还是给她报了少年功的声乐班 1985年 14岁的杨玉莹参加当时由中央电视台举办的 全国百灵电视赛歌会 获得香奖 次年 杨玉莹便凭借着优越的自身条件 考上了南昌师范学校 踏上了专业系统的音乐学习之路 毕业之后 她又考入江西省歌舞团 虽然入团是诸多少男少女们的心愿 但杨玉莹却没有就此止步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先生 当时的广州成为了内地流行乐之都 在恩师吴颂金的建议下 她毅然选择北下广州 这一举动也成了她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虽然碰了一些弊 但在追梦的人潮中 她无疑是个幸运儿 当时台湾歌手韩宝仪的磁带 在内地相当热卖 几乎每一年都会被引进 连续三年畅销 不过就在1990年 韩宝仪的磁带因为没有批文 无法引进 吴颂金瞄准了时机 因为二人声线相访 所以就让她翻唱韩宝仪的歌曲 录制了一张90韩宝仪的唱带 一经推出就遭到了市场青睐 销量达到了18万张 新时代影音公司随即在杨玉莹身上 看到了可能性 向其抛出了橄榄枝 就这样 杨玉莹正式成为了中国内地 第一代签约歌手之一 为了符合个人形象 公司建议她将杨港丽改成杨玉莹 在娱乐圈出路锋芒的杨玉莹 便在公司的帮助下 又迅速推出了她的个人首张原创专辑 为爱祝福 销量比翻唱的唱带还多两万 一年后 她又推出了第二张专辑 风寒情水寒笑 销量直接破百万 给了公司一个大大的惊喜 更是创下了内地歌手年销量的记录 之后不久 杨玉莹迎来了为当时的热播剧 《外来妹》演唱主题曲的体会 很快 在那个还没有整容的年代 杨玉莹凭借着青春外貌和甜美的歌声 征服了无数观众 那几年的文艺晚会上 几乎都有她的身影 一代青春玉女 就此火遍了神州大地 1993年 第三张专辑《月亮船》的发行 再次突破百万销量 其中收入的歌曲 《轻轻地告诉你》 获得了第一届东方风名榜十大金曲奖 这首歌成了当年最为流行的歌曲之一 让它名声大噪 在随后的1995年 杨玉莹更是带着这首歌 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助力她的事业 迈上了更高的台阶 一举成为了90年代霸主级别的实力唱将 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田歌天后 就连影帝黄渤在出名前也只能给她做伴舞 那时的杨玉莹可以说是无数男人的梦中情人 当然这样的情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能活在梦里 当时她的官配是搭档毛宁 一首新语让两人成了国民CP 就连毛宁的父亲都曾有意无意地撮合过二人 而杨玉莹跟毛宁并没有真正在一起过 坊间盛传的情侣其实是推心致富的好友 彼时的杨玉莹已经心有所属 爱到农时甚至为了爱情选择放弃如日中天的事业 1997年宣布退出歌坛的她惊掉了一众人的下巴 更是撕碎了无数男粉丝的心 一如当年为了终于到广州一样 她也义无反顾地为了爱情退出歌坛 杨玉莹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去谱写爱情的乐章 最后却画下了休止符 两人最后还是分道扬镳 这段无疾而终的恋情过后 杨玉莹选择重回歌坛 但彼时的歌坛已是一番新天地 她唱的歌不再如当初一般受欢迎 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她为什么分手和为什么付出 更甚的是还有媒体八卦乱写她的新闻 乌漏偏逢连英语 1999年厦门远华案爆发 杨玉莹的前男友因涉案被查 她也备受牵连 一时间她被推上风口浪尖 舆论压力扑面而来 她的事业一落千丈 无奈的她只能选择二度隐退 这一退就是整整六年 在此期间不断给杨玉莹安慰的人是毛宁 她希望她能够振作起来 能够再次辅助 可杨玉莹觉得自己状态不行 万般推辞 最后毛宁直接奔她家劝她 在毛宁的支持下 杨玉莹状态有所好转 于2011年再次复出 复出的杨玉莹在唱歌上 虽然没有了往日的关注度 但靠着在偶像来了 年代秀等几档综艺上的表现 依旧收获了不少喜爱 时隔多年 当年喜欢她的粉丝们 如今已经独挡一面 而她还犹如那个翩翩